公元1731年 也就是清雍正九年 来华传教士马若瑟 这个法国的来华传教士 他在广州 把元曲赵氏孤儿翻译成了法文 此后不久 这个法文译本又被转译成了英文 德文 俄文 很多欧洲的戏剧家 对这个作品很感兴趣 又对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些改编 或者说在这个作品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重新的创作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中国古典戏剧作品 还没有哪一部像赵氏孤儿这样 在欧洲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 赵氏孤儿能够对欧洲产生这么大影响 他是怎么传播到欧洲去的 首先和两三百年前 欧洲产生的那场中国热 有关在西方工业革命开始的前夕 欧洲大陆曾经掀起过一场 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这个时间呢 大约是从17世纪的中后夜开始 到18世纪的前中夜 这么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呢 也正是我们中国的康乾盛世 要不是欧洲人自己的介绍 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相信 古老的中华帝国 竟然能够在欧洲人的心目中 曾经拥有过如此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当时 欧洲人好像突然发现 在远东 有一个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 物产丰富 文化发达的大国 值得他们顶礼膜拜 当时 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 一个是商贸 另一个是传教 欧洲的中国热 也在两个层面上表现出来 一个是物质层面 另一个是文化层面 在当时 欧洲人最喜欢的中国货 有丝绸 茶叶 瓷器 中国刺绣 中国家具 中国园林 等等 我们拿瓷器来说吧 瓷器刚刚传入欧洲的时候 那是王宫贵族显示身份的标志 那是艺术品 高档艺术品 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平民 根本用不起 像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 国王 马力二世 柏兰国王 约翰三世 还有 普鲁士 国王 费特列 这些王宫贵族 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宫殿里 或者是别墅里 专门设置 收藏中国瓷器的 厅室 在他们的影响下 整个欧洲 收藏中国瓷器是蔚然成风 那这么大的一个收藏量 仅仅是靠中国进口 就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了 于是 那些仿制中国瓷器的作坊和工厂 也就应运而生 到了18世纪中后期 瓷场几乎遍布整个欧洲 我们再说中国丝绸和刺绣 那这在18世纪 是欧洲贵妇人的号上 比如路易十四时期 连贵妇人高跟鞋的鞋面 都用中国的丝绸来做面料 然后再用中国刺绣 刺成中国式的花纹来做装饰 在巴黎 刺绣图案里面 最让伦敦的巴黎的贵妇人们 喜欢的图案 有龙 凤 麒麟 当时时髦的那些贵妇人 往往是从头到脚 一身的中国式的服装 所谓中国的服装 主要也是中国丝绸做面料 中国刺绣做图案 上师有中国丝绸做的披荆 围巾 口袋里还放上有中国刺绣的手帕 还有的人别出心裁 请中国的工匠给他们做成名片 有中国刺绣中国图案的这种名片 以此来炫耀他们是东方美人 中国的秘密 中国的漆器 中国的木质家具 在当时都很受吹捧 所有的家具 上面要么是用图案 就是画上中国图案 龙凤 牡丹花 中国式女图 这一类的图案 要么就雕成中国式的这种文样 有的英国商人 甚至是把英国制的木质家具 运到广州 用船远渡重洋运到广州 让中国的七将给他们加工之后 再运回伦敦 运回英国去出售 中国的园林技术 也渗透到了法国 乃至整个欧洲的建筑和美术作品当中 1670年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 为他的一个情妇 建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宫 一时间在欧洲 兴起了所谓的 中国式建筑的这么一种风气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普鲁士王国 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总之 在18世纪的欧洲 饮中国茶 使用中国瓷器 穿中国的丝绸 房间里贴中国的壁纸 逛中国的园林 这种所谓 全方位式的中国生活 成了18世纪欧洲贵族生活的最高理想 那么 在非物质的文化认知层面 又如何呢 当时在欧洲 思想界 学术界 通过来华传教士的翻译 对中国的思想文化 对中国的历史 风俗 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 也都有很多的介绍 在欧洲的很多思想家看来啊 中国的政治制度 是最好的 而孔子呢 是他们所认为的一个 最受人崇敬的思想领袖 有一个哲学家 叫波威尔 他就认为 如果说 中国的法律制度 能够成为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的话 那么中国 就会为世界 发展到什么方向 来提供一个美丽的 途径 他们津津乐道的 儒家的 最重要的 话语 就是孔子所说过的 己所不欲 勿事与人 孟子所说过的 民为贵 君为清 他们把这些格言呢 津津乐道 互相传送 在文学界 又怎么样呢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在当时欧洲的文学界 他为了赶尸茅 很多的作品 就带上中国和中国人的字样 比如 中国间谍 在欧洲 中国公主 归来的中国人 中国的节日 中国君子在法国 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作品呢 往往只借用了中国或者中国人这样的字眼 可实际内容呢 却基本上和中国毫无关联 那么据说 就在法国的中国热 持续升温的1694年 也就是清康熙33年的时候 在巴黎的法国宫廷 还出现了这样一出闹剧 他有一天呢 有一个女人来到宫廷来了 他呢 就诉说自己的身世经历 这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人理会他 可是说着说着 人们都聚拢来了 为什么呢 他说 他是中国人 他还不是一般的中国人 他说呀 他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康熙皇帝的女儿 他说他的父皇 把他嫁给了日本王子 结果船走在海上的时候呢 被荷兰的海盗船给劫持了 当时法国正和荷兰交战 结果荷兰的海盗船 又被法国的船只给打败 他就这样 辗转的来到了法国 那这个消息一传开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产生轰动效应了 为什么呢 这是有史以来 在欧洲的土地上 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 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中国女人 他是公主 康熙的女儿 所以当时很多的王公贵族 身份地位很高的人 都来主动的和他套近乎 有的人呢 就给他送来了很华丽的 很高当的这种服装 有的人呢 给他送来了美味佳肴 有的人来教他公平礼仪 还有的人劝说呀 说你干脆放弃了你的中国宗教德了 你来信仰我们的天主教 那另外还有些地位很低的人 地位比较低的人 不是王公贵族 他们在自学中文 但地位很低 想要往上攀 还攀不上去 见不着 这个时候 有一个在中国传教的 回法国的一位传教士 精通中文 他听说了这件事 他就在一个贵妇人的丈夫的引荐下 得以拜见到了这位所谓的康熙的女儿 他一见面呢 这位神父 这位曾经来过中国的传教士 就用中文 和这位公主 答话 很奇怪的是 这位康熙的女儿 用非常古怪的语言来回答她 这一下子把这个神父搞得是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因为这个女人说的根本就不是中文 可是呢 这个女人坚称 我说的才是正宗的汉语 那么在当时 在宫廷里 在法国的宫廷里 没有一个其他的人懂中文的 能够判别他们的是非 就冲着人家是康熙的女儿 中国公主这一点 大家都认为啊 是这个神父说的不对 这个神父不服气 回家 爆来了一堆中文书 请这个康熙的女儿来读 这位中国公主还真不含糊 拿起一本书来 就大声的朗读起来 这神父一听 蒙了 傻了 因为这公主说的根本就不是中文 可是当时呢 没有第三个人来分辨公主和神父 谁对谁错 所以呀 这个神父只能是百口莫辩 突患奈何 但是 时间长了 终究是直里包不住火 所谓的中国公主啊 她马脚露得越来越多 她的康熙女儿的夕阳镜 最终被揭穿了 那么一个好好的法国女人 她干嘛要冒充中国女人呢 到了风竹残年的时候 到她老年了 这个时候 她才给予了一个回答 她这么说 她说我是一个贫穷的普通的法国女人 我要是一个法国女人的话 没有人会理睬我 会同情我 但我摇身一变 变成了中国女人 那我的好年轻就都来了 这个传说 它的真假呢 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有一点是真的 就是在当时的法国 在贵族社会 那些贵妇人们 往往以穿中国式的服装 为骄傲 他们穿上中国式的服装 而且呢 穿上中国式的服装 还可以到公平里去炫耀 这说明 当时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那在法国 是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 但同时呢 也说明了当时的欧洲 对中国人 对中国文化了解的 也推浮浅 他们甚至啊 连中国人 是黄皮肤 矮个子 相对而言 我们是长了一个 扁平的鼻子 都不知道 在法国的这场中国热 中国风唱的热潮当中 耶稣会的传教士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些人 在中国往往一待 就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他们精通汉语 精通中国文化 有的呢 后来还成了著名的汉学家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原曲赵氏孤儿 被翻译成了法文 持续升温的中国热 使得法国人对所有中国的物品和文化都十分迷烈 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原杂句赵氏孤儿究竟是怎么传到法国的 为什么在中国好如繁星的文学作品中 翻译者偏偏选中了赵氏孤儿呢 公元1698年 也就是清康熙的37年的11月7号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选派的一批耶稣会传教士 他们乘船抵达了广州 其中就有马若瑟 也就是赵氏孤儿的法文翻译者 马若瑟他生于 1666年 1683年加入了耶稣会 1698年的3月7号 他就登上了前来中国的轮船 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八个月 抵达广州 马若瑟到了广州之后 到了中国之后 他主要的传教的地方啊 是在江西 主要在南昌 九江这一带传教 不过呢 他呀 他把主要的经历 用在了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上 而把传教的任务啊 一大半都推给了助手 让助手去做 那么 到了1724年的时候 天主教 天主教在中国被禁 他就被流放到了广州 1731年 马若瑟在广州 把援曲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 1733年 马若瑟迁居到澳门 1736年 他在澳门去世 我们算起来 马若瑟在中国居住了整整38年 那法义本赵氏孤儿 在法国是怎么出版的呢 这还有个小插曲 马若瑟他自己最重要的著作 是汉语扎记 可以说清净了他医生的心血 而赵氏孤儿的翻译啊 大概是只用了七八天的时间 他呢 当初是把这个法文一本赵氏孤儿 送给了他的朋友 叫富尔蒙 他写信给富尔蒙说呀 他说 赵氏孤儿这个戏呀 我就送给您了 您可以用你自己的名义来发表 不要担心有人指责您是剽窃 为什么呢 是我送给你的 朋友之间的一切共享 我把它送给您了 如果你是仔细的教阅这个戏的话 那么你付出的心血是最大的 你的功劳就是最大的 没想到 耶稣会的这个送信人 阴差阳错的 把赵氏孤儿的一本 送给了另外一个汉写家 杜哈德的手中 杜哈德在当时正在编辑中华帝国通知 他就把法文本的赵氏孤儿发表在了中华帝国通知的第三卷上 在1735年正式就出版了 在富尔蒙看到这个法文本的赵氏孤儿发表之后呢 就非常生气 他就以马若瑟的亲笔信为据 指责杜哈德侵权 这场版权官司就闹腾了一阵子 最后是不了了之了 马若瑟精通汉语 对我们中国上古的诸子百家 可以说是无书不读 《元旗选》里100个剧本 他读遍了 但他为什么在100个剧本里读遍选中了赵氏孤儿呢 这里面应该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他认为赵氏孤儿这个剧本 比较符合西方悲剧的要求 我们看一看法文本的题目就知道了 这法文本题目是赵氏孤儿冒号中国悲剧 这是第一点原因 那么他翻译赵氏孤儿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戏戏剧性强 我们说过 我们传统戏曲有很多剧本 是不太讲究情节 人物性格 戏剧冲突 悬念 不太讲究这些 特别是我们原曲 主要是人物的唱来表现的 但是赵氏孤儿是个例外 赵氏孤儿这个戏 我们讲过了 他的戏剧性是很强的 所以马若瑟由于这两个原因 他就翻译了 在一百个剧本当中翻译了赵氏孤儿 值得提出来的是 马若瑟这个法文本 这个法文译本 只把原曲赵氏孤儿的故事 把它翻出来了 有念白有动作提示 但是戏曲戏曲 我们的戏曲文本 还有唱词 大量的唱词 是曲的部分 他都给删去了 结果 赵氏孤儿的法文本 就变成了 无曲的原曲 直到了一百年以后 法国另外一个汉学家 叫如连 才把原曲旋里面的赵氏孤儿全文翻译出来 弥补了这个 缺憾 但是马若瑟这个本子 因为它是第一个法文译本 他出版了之后 公开发表了以后 影响非常大 它不但是被转译成了英文 德文和俄文 而且当时欧洲的一些有名的剧作家 根据这个作品 根据这个法文的翻译本 还创作出了另外的一批剧本 那么这些剧本按照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第一个 是1741年 英国哈切特的中国孤儿历史悲剧 第二个 是1752年 意大利 梅塔斯塔奇奥的中国英雄 接着 1755年 法国著名思想家 剧作家 福尔泰的 中国孤儿 第四个 1759年 英国阿瑟牟飞的 中国孤儿 肇事孤儿生动欧洲 各国作家纷纷翻译改编 形成了风靡一时的中国孤儿文化现象 那么面对一个不完整的肇事孤儿法文剧本 各国作家的翻译和改编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先说英国哈切特的这个中国孤儿这个戏 哈切特的这个戏保留了原杂剧赵氏孤儿的基本情节 但是作者很奇怪 作者在移作的时候呢 就有意的改变了剧中人的名字 比如呢 他把这个图汉谷 他改成了萧和 把公孙储舅 改成了老子 把世秘名改成了吴三桂 孤儿呢 他改成了康熙 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 真有点啼笑皆非啊 八竿子活了不着的人 他都给弄到一块去了 从先秦的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的人物 全部串一起去了 还好 他把故事里的主角成英 他翻译的时候呢 改作的时候呢 就写作是医生 那这符合成英的身份 对吧 成英本来就是个草泽医生嘛 这个戏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个剧里面增添了 医生和他的妻子 在商量要不要用自己家的孩子 来冒充肇事孤儿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争执 我们讲过 圆杂局里没有这个细节 因为圆杂局里成英没妻子 没老婆 男戏里面就有了 那么到了这个后来的京剧 成英和他妻子的冲突就很厉害了 在要不要献出自己的孩子来救别人的孩子 这个情节上 可是呢 我们知道啊 南戏以后的本子 南戏也好 京剧也好 这些本子都没有传到法国去 特别是京剧这个剧本啊 在当时哈切特写这个中国孤儿的时候 还没出来 京剧本子还没出来 所以我们只能解释成 他们是不约而同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呀 对不对 成英 他有孩子 有孩子就有老婆 那他老婆对他献出孩子 他一定是不同意的嘛 对吧 这是母爱呀 人类间最大的无私的爱就是母爱呀 可见呢 中西戏剧家在这一点上 是不约而同的 1752年 意大利的剧作家 梅塔斯塔基奥 他写了一部戏 歌剧 中国英雄 这个戏在奥地利的皇宫演出 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个戏的主要角色有五个 第一个 是中华帝国的摄政王 利安哥 第二个 是利安哥的养子 西维诺 第三个角色 也是个男性角色 是中国的武将 叫蒙戴奥 另外两个女角色 是在中国皇宫里面 做奴隶的 达大国的公主 利森家 和他的妹妹 叫乌拉尼亚 这个戏总共是 由一个序幕 和三幕证据来组成的 在序幕里 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孤儿啊 他用歌唱来回忆 在一次民众造反期间 中国的皇帝 叫利瓦尼奥 他就向大臣 利安哥 来脱骨 脱骨以后 他就死掉了 那么为了救皇太子 利安哥 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 交给了贵子嫂 而把皇太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把都养成人 这是序幕 第一幕 中国和达大之间的战争 结束了 于是呢 利森家和他妹妹乌拉尼亚 在中国皇宫里 当奴隶的日子呢 也就结束了 这个时候 两对恋人的恋情 浮出水面 一对恋情呢 利安哥的养子 叫西伟诺 他的情人 他看重的 就是利森家 可是利森家说啊 我命中注定 要嫁给中国皇帝的儿子 西伟诺很痛苦 因为他不是王子嘛 对吧 另外一对恋人呢 是武将蒙戴奥 蒙戴奥看重了利森家的妹妹 乌拉尼亚 而乌拉尼亚说啊 他觉得 蒙戴奥的地位还不够高贵 他也拒绝了蒙戴奥的求婚 看起来 这两对恋人的婚姻都十分渺茫 第二幕 有希望成为皇帝的摄政王 摄政王本来是有希望当皇帝的嘛 可是呢 他拒绝了当皇帝的这个请求 大臣们让他来做皇帝 他拒绝 他说呀 他就要宣布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是谁 这样的话呢 西伟诺 他的样子就彻底失望 没想到呢 利安戈在私下里告诉他 说他就是皇位继承人 可是呢 蒙戴奥却说 他自己也说蒙戴奥 才是真正的皇帝继承人 这一下子搞得这个 西伟诺不知所措 到底你们谁说的对呢 第三幕 国家发生骚乱 误传 西伟诺 牺牲了 利安戈十分的悲痛 因为他正要宣布 西伟诺就是真正的皇帝继承人 可是呢 在这个时候牺牲了 随后 蒙戴奥 率领军队平息了叛乱 西伟诺呢 也出现了 他没有牺牲 那是误传 利安戈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高兴 就当场宣布了 老皇帝 里巴尼奥的遗族 里巴尼奥的遗嘱 说啊 利安戈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没有死 而是被人救下来了 利安戈看到这个场面 又惊又喜 你差点没晕过去 于是啊 两队恋人都如愿以偿的 结为夫妻 这就是这个系的整个的故事更改 那么本来这个系的悬念是 谁是皇帝的继承人 有资格继承皇位的肯定是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先皇的遗孤 所以谁是孤儿 就成了这个系的悬念 最大悬念 距离的主人公 他们的命运的变化 过人情感的变化 都是围绕着这个悬念展开的 利森家说 他命中注定要嫁给皇太子 而西维诺呢 因为他不是皇太子 他就很痛苦 可是他的养父又说 他有可能是皇位的继承人 西维诺由此点燃了一丝希望 可是孟大奥说呢 他才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搞得这个西维诺呢 是很疑惑 那么这条主线一直是左右着剧情的发展 令人意外的是 就当这个事尘埃落定 真正的皇太子也被宣布了的时候 观众也觉得戏该收场了 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孟大奥 是当年利安格的送出去的 那个自己的儿子 假孟儿 假孟儿 假孟儿没有死 那真是悬念之外再设悬念 结局之后又先波澜 可见作者编故事的能力 那还是很强的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 还有多少中国东西呢 那这个故事 这个戏 他和赵氏孟儿 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 牺牲自己的儿子 来换取别人的生命 虽然 蒙代欧 并没有死 但是利安格 他的行动已经表明 他是和赵氏孟儿里的成英一样 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孩子 来挽救太子的生命 他的行为就相当于赵氏孟儿里的成英 所以这个戏的名字叫中国英雄 那么真正的中国英雄就是利安格 以上 我们介绍了 允许赵氏孟儿传入欧洲的大背景 并且简单梳理了几个 根据赵氏孟儿创作 或者是在赵氏孟儿的启发下 创作的几个作品 总的来看 18世纪的欧洲 对中国文化 有热情的拥抱和认同 也有一厢情愿的想象 更多的是难以避免的隔膜 和有意无意的误读 这种现象呢 在福尔泰改编的中国孤儿里 也有很多的表现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